天气转好 各地都有阳光出来露脸 温度明显回升 再过三天就要迎接春节 要大扫除 要采买年货的朋友 可要把握好这三天的好天气 因为到了小年夜马上就要变天 一波强烈冷气团酝酿 周六开始影响台湾 不仅温度会骤降 还会下雨 到了大年初一 甚至北部地区地温会低于10度 山区有机会再下雪 其实这部冷气团它的强度蛮强的 最冷的时机是在 年初一 年初二 最低温度叫北部地区可以低到10度以下 当然原住民的山区就会更冷了 像太平山 就是大同乡 或者是雪霸这些地方 都有下雪的机会 原乡地区居民周末要返乡准备过年 恐怕天气的变化会影响行程 想要回花洞地区的民众要注意 到了除夕 花莲 阴天有雨 平均温度会在14到18度 但是海拔高的秀林乡 则是会有局部大雨 温度也比较低 台东是多云偶有短暂雨 降雨几率低 平均温度都在16到19度 来到屏东地区可以说天气比较好 有阳光露脸不会下雨 就连山区的雾台乡 马家乡也不会降雨 平均温度在15到21度 预计影响四天后 到了1月25号 冷气团就会减弱 一直要到礼拜三以后 这部冷气团强度才会慢慢的减弱 礼拜四开始慢慢的回升 所以在今年的过年的话 感觉起来真的有年味 气象局同时初步预测 从1月21号小年夜开始 天气状况都不好 农历新年就有冷气团搅局 包括中南部的仁爱乡 新一乡 和平区及阿里山乡 也有机会降雨 提醒返乡朋友开车行驶山路 要特别注意安全 记得阿布斯朗阿鲁台北市采访报道